爸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我现在得赶紧赶回医院了 梅亚三那我真的不放心 这事怎么回事 这个确认是我 向梅亚就过 没提前告诉你 这事是我办的原因 不妥当 但是我真没想到 也唯唯我把这个发动网上去 反正我跟梅亚 结婚还是早晚的事 对吧 也不能和林梅亚在一起 为什么呀 你明明之前已经说好了 同意我们俩在一起 怎么现在突然又反悔了呢 你让我睡觉 我自己过来 我好像只想到我睡觉 而且是我睡觉 还对我睡觉 其实是我睡觉 有一个人就睡觉 我就能睡觉 我说她睡觉 带她睡觉 你睡觉 是睡觉 我睡觉 然后是睡觉 在一起 你也不用编 这么一个拙劣的借口吗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 你可真行 雯雅 坐下 爸爸让你坐下 林梅雅 是我和杜晓月的亲生女儿 她还有一个同胞姐姐 叫杜若南 他们俩与你 是同父异母 所以你们不能在一起 你听明白了吗 是 二十年前 我和林梅雅的母亲是情侣 原本是结婚的 后来公司出现了 难以解决的危机 为了不让自己 一手创办的心血垮掉 为了自己的野心 为了借助七家的财力 我狠心地抛弃了林梅雅的母亲 庄儿 娶了你的母亲 可我并不知道 当年晓月离开我的时候 已经怀孕了 这都是林叔告诉你的吗 就是因为不同意我跟梅雅在一起 所以你们一起编造人类个谎言 有证据吗 你没有证据吗 有证据吗 你们有证据吗 欧阳 小雅遗传了我的心脏病 晓月无力医治 才把她留在福利院的 临着给我花了数年时间 才找到小雅 欧阳啊 我说的这一切 不是我编造的 你们在泰国的时候 你七年见到了杜若南 小雅也见到了她的母亲 对吧 你怎么来了 陪陪你啊 但我只知道哪家医院 不知道哪间病房 所以只好在这儿等你了 见到吗 要不 我陪你在这儿待会儿 这些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这些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还要去找梅娅 欧阳 你现在找她又有什么用 你想亲口对她说 这个残忍的真相吗 我答应林智国 我答应林智国 我告诉小雅真相 她是怕她受不了 现在林智国昏迷了 还有可能醒不过来 你说你现在告诉她 你不是让她承受更大的打击吗 我去看她 我会那天下 我会再寻思考 我可以帮你 你到我们了 你得不太可爱的